香港越說越喪氣 不如跟進一下美國大選 其實發生了一天,很快就有數據出了 特朗普遇刺事件 你昨天說特朗普遇刺就黃標 你有沒有下標題? 有沒有下標題? 應該沒有下標題 有沒有下標題? 沒有下標題 沒有下標題 其實是黃標題 特朗普是敏感詞 究竟現在的數據如何? 很快就有數據 相對之下 如果你說民調的數據 是比較穩定的 一日之差 如果你說發生了遇刺之後 是17號 我看看 16號 17號 如果你說特朗普的數字 17號 是45.9% 16號是多少呢? 跌了一個 民調跌了一個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等一下 哪裏出來的? Sky News Sky News 就是NBC做過的民調 OK了 他有分析 Sky News 為什麼會這麼平穩呢? 就是你跌了一個 或者沒有什麼很激烈的發展 因為其實你整個數字是Rolling 就不斷 是叫滾動民調 應該是 嗯 因為其實 這些民調 是比較遲的 市場沒有那麼快消化到 是嗎? 市場是 而且呢 很多的 選民 其實已經決定了 是投誰了 所以現在你影響的 只是給很少數的人 就是那些 游來州份的票 是不是? 還有 如果呢 你真是想看到 一個真象 市場的真象 就看看怎樣 那些人 放錢下來買 是嗎? 下面這個就是講賭盤 這個呢 就是來自Bat Fair Exchange 最新的數據 是9月17號的數據 這個就很明顯了 16號 Donald Trump是46% 17號是45% 其實都是跌一隻 你看到他這個圖表呢 它是 就是它是highlight了 不同的大事件出來的 在第一次辯論 Donald Trump 和拜登的辯論 你看到 拜登第一次急跌 就是跟Donald Trump辯論之後 跌得很厲害 然後第二次轉捩點呢 就是Donald Trump如此 Donald Trump如此 Donald Trump如此之後 是Donald Trump那條數 飆了上去 是由63 一飆就飆了70 你不要說是左媒 我知道那些親粉 最喜歡的就是 其實是輸打贏 那些親粉 就是不明白什麼叫分析的 其實就是盲目唱好 就先聽得人意 有些是 你看到 兩件事情 兩件事情 在拜登 你會看到 為什麼拜登不走 不行 因為 這兩件事情 這兩件事情裡面 那個恥小比張 是完全不夠 但是你看著 是死硬的 拜登 是輸硬的 這個 好了 去到換人之後 就開始真是 那個勢就逆轉了 這個是賭盤的數字 你看到 那些人 你看到那些人 怎麼下盤 真的完全此消彼長 去到8月8日的時候 就黃金交叉點 真的去到debay 去到第二次debay 這個就是上次 上個禮拜 第一次交鋒 就是這個辯論之後 真的逆轉得很厲害 其實是 是嗎 由這個 賀錦麗 45隻 是逐步上去 一跳就跳了六隻 是嗎 這個黃金交叉 就是那個debay 是幫了他 就是那些賭盤的數字 原本賭盤 我知道呢 外面的民調 其實一直以來 在賀錦麗 宣佈參選之後 是微微地 head著這個 Donald Trump 是嗎 但是呢 你是會見到 如果你真是拿錢 拿錢出來賭的話 其實 Donald Trump 一直都處於上風 或者這麼說 他處於上風的時間 是絕大多數 是真的 是完結了debay之後 才黃金交叉 然後再去到行次 是幫不到他之餘 還要跌了一隻 我想就是他之後 我就是懷疑 這是我昨天說過的事情 是嗎 沒有第一次做得那麼好 那個公關 你如廁 你是受害者 你論上 你論上 拿到同情 但是 這個時機 你 你 你賴了去 大登 和賀錦麗 那裏 你就說 為什麼 是吧 因為他們 他們在這裡 誣衊我 他們的用詞 他們的用詞 他們的選舉用詞 就煽動了一些人 來射殺我 我明明就是救世主 他自己這樣說 Savior of the country 我明明就是救世主 你竟然說到我是破壞王 那搞到那些人就罵我 to be fair 他的truth social 後面呢 就再加上一段 是有去到 多謝回保護他的 特勤人員的 但問題已經太遲了 大家就正要叫 當然叫你去罵 拜登 罵民主黨 罵賀錦麗的那一段 好 那這個就是美國的賭盤 那些人是真金白銀出來賭錢的 那這個呢 就是 這個是不是賠率 是嗎 嗯 那 賀錦麗的賠率是1.89 那然後特朗普是2.18 很明顯 都很清楚 是嗎 你開那個賠率 原來還有那麼多其他候選人 Michelle Obama也有分 不是啊 當初 即是 未完成過初選 那時候 個個都有賠率 不怪得 一賠一八九十 JD Vance 這些就是執意攤才有 如果是的話 這些賠率就是 那 就是清楚了 是嗎 見到是 Row P說 現在特朗普的競選團隊好像幫他賭位 那就是 這個其實是 是特朗普自己拿來的 嗯 他原本是幫他 中和到他的人 現在他換走了 他第二次出來參選的時候 全班人 都是跟他同一個避孔出氣的 甚至是 當 賀錦麗強調他的提名者 是有共和黨成員的時候 其實 Donald Trump應該要拿回 金賴迪家族出來的 金賴迪家族 是民主當然有支持他的 他沒有這些反應 沒有這些敏感度 其實已經是代表著他輸 是嗎 有些網友 有些網民 就說 其實聽完昨天一集之後 有什麼unsubscribe我們 沒有什麼所謂 說真的 但是也有些網友 都很幫得手 就叫我們 多看一些 賀錦麗在經濟裏面的發言 那事實上 如果你在Fox News就好 其實為什麼我不說呢 我再說一遍 我不是說 賀錦麗沒有問題 問題就是我對他沒有期望 我們Day1都說明 我們是很討厭賀錦麗的 其實我對賀錦麗沒有期望 我們私人的感覺是 但是問題就在於 我這麼說 賀錦麗有什麼好說呢 賀錦麗去選的時候 就是等於 拜登的延續 有什麼好說呢 大家都知道是這樣的 只不過就是 你現在關心的一件事 是Donald Trump可不可以贏 Donald Trump會不會贏 而Donald Trump會贏之後 他後面的團隊是什麼人 這個我現在是有些 有些擔憂的問題 就是在於 你第一任那些班底 還會是媒體 還會是媒體很瘋的元素 是嗎 還會寒著他 但現在他換走那班人 是嗎 不讓他說太極端的人 是啊 或者他令他理性一點的人 他有激情之餘 也有理性的時候 你會看到是很棒的 第一任班底下 有龐佩奧 還有萊特希澤 然後又沒有老陰 那些 即是貿易的那些 談判高手 全都在那裡 整班黨 即是共和黨 傳統勢力 黨內的那些政策專家 全都在那裡 這次你見不見他們 嗯 我現在不是 我現在覺得 現在這一任 其實就是見到很民粹 其實是 除了民粹就是民粹 如果 即使你說民粹 都是民粹最低端 我經常說 查黨那些都去哪裏 查黨那些都會弱過 那些人 是不是 是啊 包P就說 現在的 川普一直在給我們心理作用 他會輸 嗯 他在給全世界看 他是會這樣 他不知為何想政治自殺 我不知道 唉 我覺得就是 有些失望 有些失望 你說他第一次被自殺的時候 你打算是贏硬的 這個你看錯了 你沒有猜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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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想過 他用這樣的方法去燒自己的勢 你說 我說 不是 川普我承認 我昨天已經說過 我之前也說過 我不是川普 我就算撐川普也好 撐川普也好 我是 Conditional 就是你起碼第一任這樣 是吧 就是你 起碼有一些 專家在 起碼有一些 真是 可以維護到 不只是捍衛美國人的利益 美國優先 你真是可以做到 捍衛民主 自由民主 那個角色在 那你以前就算是彭斯 彭斯 彭斯 然後 你現在是否還不知道 而同時間 如果你說 說另一邊商 說賀錦麗那邊 我都有點擔憂 其實我原本也以為 他應該 也是拜登的延續 又好像不是 因為 現在 最嚴重的 我猜不到一件事 是 國務卿不做 布林肯不做 就不會過渡過去 他真的想有自己的班底 如果他有想有自己的班底 而且他在經濟上面 他想有作為的話 就糟糕了 因為一個左膠 他想大展拳卻的時候 是災難來的 還要說 無論是賀錦麗還是Tim Wask 其實都是民主黨的左派 那一刻真的很恐怖 所以我真的要不厭其煩補充 真是多謝某些網友 叫我們看著賀錦麗和Tim Wask的經濟發言 你說Fox News 不要說Fox News 甚至是CNN本身的business 很多的專欄作者 都真的看不到賀錦麗和Tim Wask的經濟發言 拜登時代是下放的 下放了 主要是給 貿易代表 兩個女人 雷蒙多 另外就是給前聯儲局主席 耶倫 下放了給這兩個人 還有戴琪 反而我覺得拜登 其實是純粹在經濟上 他沒有什麼主張 是因時傻疑的 所以為什麼他一直以來都揮之不去 特朗普的一些 他剩下的 legacy 我們都解釋過很多次 其實拜登那四年根本就是在用特朗普的遺產去玩自己的事 是的 重要的是 頭兩年在疫情下過 所以其實是一個非常時期來的 但是現在 我不知道 因為其實兩邊都有一個很大的不確定 特朗普那邊 你看不到一些猛人勁人 在裡面 甚至乎以前做國安那些官僚 我懷疑他全換走了 他現在就是換了一些 真是 那些死眾進去 你說 左膠 大展權角搞政經濟就是災難 但是 如果民粹大展權角去搞的話 都不是一件好事 是吧 即是你會令到美國 是更加之Polarized 更加之兩極化的 那個Hatred Politics 可能更厲害 即是那些新移民 沒有什麼好日子過的 那分鐘是 那樣大又這樣說 即是特朗普年代 我們看著他有多過癮 他真的不看文王 他只是看美股 有什麼事谷美股 他是 嗯嗯嗯 那好吧 起碼賀錦麗是很明顯沒有這種視野 這個才是更加危險 我們在說的 唉 所以其實我覺得兩邊 其實兩邊我都不是粉 其實坦白說 即是我正正就是現在這樣更好 兩邊我們都不會無條件拜 即是我們都不是兩邊的粉絲 所以我們可以就是叫 站出來一點 叫客觀一點去看 我覺得現在是 嗯 是吧 那好吧 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 今天有課金的朋友 明天回來再見 拜拜 拜拜 記得開playlist 按廣告 謝謝拜拜 拜拜